Hello大家好我是乔雨巴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我拍片的時間 現在我拍片的時間是10月7號的5點56分 那在這個時間點呢黑白大廚的最後一集還沒有上線 所以我是不可能知道黑白大廚的冠軍是誰的 但是我後來找到一個辦法 就我之前有收到這個Netflix的中秋禮盒 那大家也知道黑白大廚就是在Netflix上的 所以理所當然我可以從這個Netflix禮盒 直接感應出 到底誰會是黑白大廚這一次的冠軍 那話不多說我們馬上開始 我可以現在 透過這個Netflix禮盒的能量 我好像漸漸的可以勾勒出這個冠軍的身影 對 這個很合理因為Netflix要上線這個影片 他們一定早就知道冠軍是誰了 所以我透過這個禮盒 透過這個中秋禮盒 感應出冠軍 也是 非常合理 對 那有有我看到我看到了 這個參賽者他的 他這一次的參賽歷程沒有很順利 中間有一些 顛簸 但是我可以看到他的廚藝非常的高超 他很厲害然後他 本身是一個非常獨立的人但是他 這個 過程中也有受到他人的幫助 有有有有我漸漸看到了 啊 哇 喔有我看到了我看到冠軍是誰了 喔 冠軍居然是他喔 好意外喔 好好我現在知道冠軍是誰了 那如果你不想要被爆雷的話你就趕快離開這個影片然後等 明天影片上線之後你再回來看我預測對不對 那你如果現在想知道冠軍是誰的話我現在可以直接跟你講 根據我這個從Netflix的中秋禮盒的感應的結果 我確定百分之百我確信這一次的冠軍 是愛德華里 對 欸這時候我怕有些人會在留言區抗議就是說 欸不對啊現在就已經剩八個參賽者了我這樣隨便猜一猜當然有機會會猜中啊 對不對 可是 我其實有點同意你這個想法啦因為八選一那個機率也是蠻高的嘛 我應該要從七個裡面選一個或是從三個裡面選一個 這樣更可以展現出我感應上的這個能力到底在哪裡 好不好 好反正 等節目播出完我相信就有人來影片告訴我我的 這個感應 正不正確 好不好 那如果感應正確的話 啊久妹就應該要 請我去上靈能的挑戰因為我顯然是 比那些參賽者 更加的有資格 好 不是 冠軍 喔 冠軍不是愛德華里 不是嗎 可是可是我剛感應出來真的是愛德華里啊 這個Netflix的中秋禮盒不會騙我的啊 怎麼可能 不是愛德華里啊我知道為什麼了 喔這個啦 這個這個 我不小心把這個 我不小心把這個Netflix中秋禮盒的那個 邊邊角色給弄破了所以我剛感應這個 禮盒的時候其實 那個能量是不正確的 他受到干擾他的 那個能量 不對 他能量不對 我是覺得 啊好可惜啊 我其實對我的感應能量的 那個自信是有的 但是因為不小心把這個弄破了所以導致有些雜訊在裡面 喔好可惜好可惜 喔但是久妹你還是會找我去上靈能的挑戰對吧 追據你 我可以照顧你 我可以照顧你 就對了 我相信我 不能夠 我可以照顧你 我可以照顧你